美西时间8月17号 根据洛杉矶环资讯网记者Cindy独家报道 加州的中小学生最近陆续返校 然而在不到两个星期之内 很多学校都传出了学生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 就连疫苗接种率比较高的华裔社区也未能幸免 家长们忧心忡忡面对两难选择 面对汹涌的雨晴 加州公共教育总监Tony急招记者会议 那么华裔学生比例比较高的罗兰港联合学区 哈岗拉彭地联合学区 核桃谷联合学区和奇诺谷联合学区 都传出有学生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 罗兰学区Killing小学家长余女士表示说道 由于班里有同学感染 因此女儿也被要求先在家隔离两周 她感慨说道疫情一年多 终于盼到学校能够让孩子回去 没想到两周不到又要回家了 更重要的就是余女士担心 疫情越演越烈 校园群体生活带来的健康风险 令她非常担心 事实上南加州中小学出现感染病例 其实看起来还蛮普遍的 就算是在秋季开学之前 洛县各个学区也一直都是存在新冠病例 罗兰联合学区有学校将近20所 董事会主席程正志表示 目前有四五个学校都出现了病例 每个学校一般只有一例最多是两例 学区目前按照洛县卫生局的规定 凡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人全部都要隔离两周的时间 她指出在罗兰学区12岁以上的学生 疫苗接种比例其实蛮高的 这是因为华裔家长们对疫苗的接受度比较高 据她了解学区12岁以上感染新冠的只有一例 她表示现在大家在室内必须要戴口罩 但是学区不可以强制学生在户外也要戴口罩 最近罗兰学区也受到了很多家长的担忧 因此他们也正在计划要开会讨论 关于要不要增添远程上课的方案 让家长们自己决定是否送孩子回学校 她表示远程上课的硬件设备全部齐全 在过去一年当中学生大多数也都是采取远程上课的方式 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教师的人力和工作时间安排 过度工作也会遭到教师工会的强烈反对 面对汹涌的舆情 加州公共教育总监Tony在16号召开记者会 宣布目前的政策和应对方案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Tony表示 目前洛杉矶线70%的学生已经重返校园 但Delta变种病毒威胁很大 政府部门也正在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助力师生抗疫 他指出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对病毒是更加恐惧 那么应该将恐惧化为行动力 他坦言最后的关键都是要落实到疫苗上面 接种疫苗永远不晚 Tony还说他本人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现在他们都接种了疫苗并且重返了校园 希望能够心存疑虑的家长们 相信一下疫苗 相信一下医学的力量 美西时间8月17号 美联社报道